大家好,我是欣里 今天跟大家聊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摄影师 他就是任行 那么我得承认 我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他的画册的时候 我看了几页我就受不了了 我把它关起来了 甚至有点愤怒 我觉得为什么艺术一定要建立在这样的离经叛道 以及挑战伦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才能这位称为艺术呢 那么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展现这样的作品呢 尤其是展现中国艺术家这样的一个作品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针对性 或者是一个不得而知吧 随着我时间的推移 我的读图量的增加 以及我的阅读的一些积累之后 我慢慢开始对任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 然后也看了很多他的采访 那在半年前吧 然后我在台北的成品书店 又看到他们在大推这本合集 那这是新印出来的这本 非常全 给大家看一下 那封面的话就不方便 因为尊重这个B站的审核机制 那这本画册里面将有500多张照片 里面呢大量的画面都是跟我们的生育器官有关系的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他们他会围绕这些主题呢进行一些很诙谐的 有一些失忆的这些创作 那有大量的这个罗罗的身体在自然环境下 那我觉得他的作品 如果你打开方式是错误的话 那他就会沦为非常低俗 肮脏 龌龊 甚至有点流氓的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 可是也有人说他是在拍一些弱势群体 边缘化的这个群体实际上真的不是 他们绝对不是边缘的群体 什么叫边缘的群体呢 你怎么去定义边缘的群体呢 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吗 显然不是 我相信很多他拍摄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可能有震荡的工作 他都是一个非常好意 具有很完善人格的这样的一些青年 对不对 他并没有说做出什么伤心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那你何谈边缘呢 那而且你又何从考试他们的职业呢 所以去说人家在拍边缘人 实际上是完全全错误的一个打开方式 那他的作品呢 我也觉得一点跟情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的作品就像他的这个开篇的 这个个人阐述里写的一样 因为他认为人呢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像婴儿一样 婴儿是一丝不挂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坦荡荡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长大成人之后 开始慢慢的就是修于面对自己的身体呢 会觉得我们繁衍下一代 以及我们完成我们生活的这个循环 最重要这个器官 我们的生育的这个器官是如此的肮脏的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大量的特写在拍这些器官 以及和身体的这个 坦荡荡荡的身体的这一面 以及各种的这个两性关系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用世俗的伦理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作品的话 显然是判他死刑的 没有任何的第二次机会 就是绝对对是不合法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看下去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伦理是怎么产生的 我在这里有推荐大家去读一本 算是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个入门的 小白的一个小白相的一个书籍 叫做《陈志武金融通史课》 陈志武金融通史课 这本书呢在开篇的时候就探讨了 为什么古人有这个养儿防老 然后有这个孝为先之类的 一大堆的我们曾经的留下来这个伦理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的伦理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呢 实际上是跟当时曾经的这个 不健全的金融体系 以及就是没有这个养老措施 以及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保险行业 有关系 那么当时的人呢 他对于未来有很大的恐惧感 他没有像现在说我退休了 我退休金之类的 所以呢他都会对孩子 他要养你 养你那么 养大成人呢 当然希望你回馈我 我要养老送终 对不对 所以呢这就是伦理的一个产生 他很多时候伦理的产生是 看上去好像是很深目可测 实际上呢很多哲学 都是建立在 某些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大环境下 所以这样的那样的伦理就产生了 那么这样的那样的伦理 他这么久的这样经历下来 他当然他是没有办法去被怀疑的 对不对 每个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国情需要 他没有办法被怀疑 可是伦理就是真正的标准答案吗 这个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并不是说 因为我现在之所以我会接受不了他的作品 就是因为我也是非常卢家思想的 我也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呢我是受这些伦理的一个规范的 一个限制的 那这个限制我并不是说他好跟不好 在这里不做讨论 只是说这样一个客观状态 所以呢我在感受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第一反应是难受的 但是因为读书量增加 因为是学这个摄影这个专业呢 我们应该再跳脱出传统的这个伦理 去看他这个作品 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在打破一个东西 实际上他在挑战一个世俗的观念 实际上他在寻找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这个新的可能性带来的正向效果是什么 你说乱尝试对吧 你找一个就是随便乱搞 也叫这个创作一个新的可能性吗 那他之所以能够为西方 或者是日本也有很多 伊玛也展过他的这个作品 之所以被很多的主流的这个摄影的 杂志也好美术机构也好 展出他的作品 甚至很多很多时候实际上通过他的作品 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案例吧 就是说当一个人极不自信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每天他起床的时候 能够裸体的照一照镜子 久而久之之后呢 就会神奇的效应就会发生 你越来越你莫名其妙就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那当然这是一个我之前在书上看到的一个案例 那我毕竟不是心理学专业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摆渡一下 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 裸露身体和这个自信的他的一个微妙的关系 我发现我们我在跟国人聊天的时候 和我在跟欧美人聊天的时候 他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我现在说的不是个体 说的是比较平均的宏观的方面来说 就是说比如说拿出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 当然我没那么多人 就一百个人一百个人的话 那我觉得大体来说 东方人不管是日韩的中国人 总体来说都没有欧洲人来的自信 这点我可以把话放在这里 比如说眼神的沟通 很多中国人聊天的时候 他不会看着你 他会跟你这样讲话 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不看着你 这种眼神的避免实际上是一种自信的缺失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西方人来的这么的自信呢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相对他们来说 不敢证实我们自己的身体呢 不敢去面对我们的身体呢 当然我相信每个地方的国情 它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去说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完全正确 只是现在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自信心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我们 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羞愧感 以及不敢去面对我们的某些器官 是有这样的连接呢 我不知道 那么这本书 这本画册的任行呢 他的这套作品呢 实际上就在尝试提出问题 尝试给出解决的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就是多多的去欣赏自己的身体 多多去感受自己的所有的部位 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 是不是能够找到自信 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去了解自己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会发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中国你特别 不是在中国吧 东亚 我们黄皮肤的人 我们亚洲人 你看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我们会特别特别希望自己瘦 希望自己白 希望自己追着脸 现在你会看到日韩的亚洲的明星 日本人稍微还好一点 我们中国还有韩国这些明星 都是就是 涂口红啊 皮肤弄得白白的 连胡子都没有 你看到欧美的这些偶像 都是你看老塞胡鸡 肌肉啊 这个看上去有熊 自己的这个角色 雄性的风范 那女性的话 丰满的健康的运动的 这才是美黑黑的皮肤 那到了这个我们的 你去看一下朋友圈 大家发出来的图片 全部都是过度粉饰 然后皮肤霹的 2D的 超级白的 然后追着脸 那这种美学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种病态的一种 一种审美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盛行呢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对于身体的一种修贵感 以及我们对于自己的 一种瑕疵的不能忍受 因为不可能是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 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 接受自己的缺点的话 你自信哪里来的 你没有自信 很多事情做起来 都是非常不顺利的 你可以想象 我今天在镜头前面 我画了妆 然后披了图 看上去很美 走出去 当你自己看到自己镜子的时候 那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那个反差有多大 你是不是看到任何人 都会抬不起头来 我看到很多网红脸 看到很多 做过整容手术的这些女孩子 他们在看手机的时候 特别有自信 你正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眼神从来不会看着你 都会低头说话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作品 它能够在某种状态下 某种情况下 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解除这种焦虑 这是我的一个过度解读 那并不是说 就是真的是这样 只是我个人认为 要找到自信 先从感受自己的身体 面对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去减少自己 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羞愧感开始 这是任何的作品 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启迪 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我并不觉得为了叛逆 而叛逆是真正的艺术 艺术之所以能够流传下去 主要是它真的启发到了我们 真的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变得更有力量 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心里记得